老爹快八點了 八點怎麼樣 八點要幹嘛 To me 八點被衝三小 不是啦 媽的我開台今天 今天多了兩個金裝 這麼囂張 對不對 我老爹 趕電玩 媽的我現在火超大 超級不爽 真的有時候遇到那種 智障 真的會讓人家極度偽壽 換作室你看你會不會不爽 我跟你說啦 我因為 我們家要繳那個 電梯的那個保養費 然後 因為我的 網路銀行都沒有在設 我的網路銀行是不能轉帳的 所以我變成 我必須跑一趟Seven 然後我去Seven提款機那邊轉帳嘛 那轉帳是不是要看手機 看那個帳號多少什麼的 我大概轉帳前後 我花了大概三分鐘吧 我後面就有一個男生 他媽的帶著女朋友 然後一直在那邊跺腳 然後一直在那邊咳嗽 咳咳 你懂嗎 咳咳咳咳 然後一直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跺腳 跺腳很明顯就是在催你就對了啦 我真的是 這幹你女孩的我真的 我如果說今天我一個人佔用了十分鐘 對不對 我當下我超想轉過去 超想轉過去 超想轉過去驕人的你知道嗎 他一直喔 一直咳嗽一直跺腳 一直咳嗽一直跺腳 我他媽的才用三分鐘欸 這 這氣到一個不行 我男友說你用十三分鐘了 幹最好是十三分鐘啦 如果十三分鐘我就自知你虧了 我十三分鐘我就會說先生你先 對不對 我又不是那種 超北拔的人 我前後才用了三分鐘 一直在那邊跺腳 一直在那邊咳嗽 如果是你們遇到你們會怎樣 很靠北啦不會講啦 整個心情被搞得超差的 慢慢來讓他等 遇到我會脫衣服 還是你也想咳回去 對 我當下我也想 跟著他一樣在那邊咳 他媽的咧 真的是 是COVID-19是不是啊 還是武漢肺炎 幹你娘咧 一直咳 咳成這樣還不戴口罩 幹 我跟你講當下我還沒那麼生氣 當下我就是覺得 好像在用到人家的時間 我就很快 我就用很快很快很快 用完之後我越想越不對 幹你娘咧 我都媽越想越氣 你們有這種經驗過嗎 就是當下 你沒有感覺 可是 當我結完帳的時候 我越想越生氣 他媽的 你剛剛到底在衝阿小 我 我整個氣炸了 我回到家之後 我跟我老婆 他把我真的氣到一個不行 超想去找他理論的 可是他已經走了 你知道嗎 我真的是氣到不行 請問你怎麼這麼準確 知道是三分鐘 不是四分鐘 不是啦 我抓個大概的數字啦 噢 我剛剛差點因為氣到不想開台 你知道嗎 真的很北蘭欸 如果我用了很久就算了 那一下下 我應該設定了吧 我就不太相信網路銀行咧 你怎麼不讓他知道你 你巴黎世家的邪號 不是啦 我就在家裡齁 我又穿個拖鞋短褲就出去了 然後很邋遢這樣子 重點是這種人還有女朋友 我越想越不爽欸 阿媽的咧 那女生 下次沒有被我遇到 阿媽的我就 打他小報告 像這種噁心的男人 你跟他在一起 你以後倒一輩子咧啊 一點EQ都沒有的男人 那跟他在一起 老T是我 我趕著開房間 急著你錢 急著你錢 原諒我這一次 你有道歉就原諒你 呵呵呵 好啦 跟各位講一下齁 我們老T呢 補了兩件金裝 那 一個是金耳環 齁 一個是 金戒指 一個金耳環 一個金戒指 我們補了兩件金裝 所以目前是四金了齁 武器盔甲跟 兩件飾品 齁 我們現在等於是有四金了 現在都知道齁 W現在不太課金啦 變身禮包也沒什麼 變身卡可以買 現階段的W不知道在幹嘛 就是 感覺天然W現在要放慢節奏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感覺啦 W現在想要放慢節奏 之前那個變身卡瘋狂出啊 禮包瘋狂出啊 什麼東西都瘋狂出 就是一下 又出這個新的金變啊 新的粉變啊 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 但有感覺 這兩個月開始呢 從金幣服開始之後呢 W開始在走 走這個 走這個緩慢的這個步調 步調放慢的感覺 很明顯啊 很明顯它要 放慢的感覺 所以呢我們就 補了兩件 補了兩件金裝 不然說 老爹說沒錢 沒地方花錢 可以幫你開支配門嗎 可以啊 九樓 OK 九樓支配門在這喔 沒看到人欸 沒看到人欸 老爹知道路欸 那當然 九樓十樓是我的地盤喔 左下有一個 我知道啊 但是一般不會去左下吧 左下也沒有啊 應該通常都是約在右上吧 為什麼 哇 超新決定的 跟隨後 對 幹死它 這隻是誰啊 好硬喔 哇齁 可是死掉了欸 哇喔好久沒有打到人了喔 好好玩喔 好久沒有人可以砍的 我們現在是移民到 跟那個神秘丸他們同一個伺服器 我只知道是移民到神秘丸的伺服器 但他們應該會跑走吧 通通起有啊 但是我們這邊還是完勝的 對方直接被壓掉了 又是一個碾壓的局啊 大地山現在好像開神秘丸 我的理解好像是大地山開神秘丸 本來大地山開的是那個 那個什麼幻滅嘛 台灣跟韓國 台灣的戰力是不是比韓國高出很多 我想一下 台灣的戰力 你如果說綜合戰力的話 我覺得是啦 我覺得應該算是 但是你說高戰的話 韓國人不少哦 高戰的話韓國人是不少的 你看韓國高戰有 金束 金束 敵克 然後通通起 支部長嘛對不對 還有誰 韓國大隻的其實算蠻多的啦 但是 台灣的人 台灣是人數 人數比較多啦 台灣是人數比較多啦 如果以單純看高戰的話 好像韓國比較高一點點 但是你論整體戰力 就是台灣的戰力就是 課長還蠻多的 台灣的大隻的比較少啦 台灣現在能夠跟這些底級的 課長比戰力的 就沒那麼多隻嘛 支部長跟我同血盟 他幹嘛沒事跑來跟我同血盟 我哪有在 支部長哪一個 支部長跟我們同血盟 哪一個 看起來沒有啊 老爹快八點了 八點怎麼樣 八點要幹嘛 Tell me 八點被衝三小 不是啦 媽的我開台 今天 今天多了兩個金裝 這麼囂張 對不對 結果沒敵人打 你叫我情何以堪 雖然我都說 讀書跟 將來長大有沒有關係 將來長大成功有沒有關係 是兩件事 可是說真的啦 當 當你當父母之後 你還是希望你的小孩成績好一點啊 我這樣問好了啦 本正 因為我女兒的 我女兒的成績比較差一點 所以他基本上 大概就是 直升他現在的國中啦 但是我兒子比較愛念書齁 有沒有哪一間國中 是那種 升學 升學專用的 我想讓我兒子訓練那一種 我查了一下 好像普林斯頓吧 對吧 我有在思考 我Google了一下 那個一學期 他媽的四十萬 我剛剛Google了一下 學費四十萬 一學期喔 一年八十 你要念六年 你光念六年 就要一台車 一台頂級的車子 十四萬喔 十四萬還可以 我就很糾結啊 他們現在的學校念得很開心 也很快樂 我到底要不要把我兒子 我到底要把我兒子轉學 轉到那種 比較高壓的國小 童年只有一次 你說的好 童年只有一次 但我告訴你 我們每個人都只活一次啊 所以 我如果介入他的人生 讓他可以 未來更有機會成為 所謂的 成功的道路上 讓他多加一分 多加一點勝算不好嗎 對不對 你講的沒錯 成長只有一次 對不對 可是 人生也只有一次啊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讓你的人生 在未來 增加更多的勝算 你小時候應該就 你小時候是要辛苦一點 所謂的更有機會是父母主觀的意思 我跟你講我都懂 我都懂 你講這些我全部明白 我也覺得讀書的人 好像沒比較厲害 但是等你當爸爸媽媽 你就知道了 幹 我也很會講啊 我跟你講 我在我的朋友面前 我都什麼炫耀的 我都說 讀書有什麼用 我的朋友 比較不會念書的 每個都當老闆了 那些 那些當初班上前幾名的 全部都在公務員 全部都在那邊死讀書 就是 換你當爸爸媽媽 你就不是這樣想了喔 我沒騙你喔